Sport Soulmate 今天繼續有我爺青 我的Soulmate 是香港籃球代表麥桂聰MK Hello MK 你好啊 爺青 你叫MK 因為你真是MK 我的名字叫MK 因為我中文全名頭兩個字的英文是M和K 你覺得自己是否一個MK 少許 你的朋友呢? 我的朋友也有一點覺得 第一 下網絡個人有點囂張 而且因為你染了金毛 又大隻 不大隻 玩籃球竟然說自己不大隻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找MK上來跟我們聊 因為他是香港籃球隊中比較少見到的華人球員 大家想起華人球員可能會想起姚錦誠誠哥 可能會想起李卡道卡道 然後第三個就知道是麥桂聰MK 但剛才他是這樣說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籃球那個入選的人可能是出出入入的 是的 是的 可能也要簡單說一下 為什麼你那時候無端端會入入了香港籃球代表呢? 是怎樣開始呢? 因為一開始就是讀完書 然後只是回到part time 打一下球 然後因為香港籃球總會就有個計劃就是 只是找一些華人去做一隊這樣打的 然後打完那個之後 可能教練就想找一些華人球員去練球 看看有沒有人 然後教練就選了幾個 其中一個就是我了 進去一邊練習就練到現在了 你覺得算不算順利嗎? 即是你這樣一直進入到現在做講腳 整個籃球生涯我覺得是不順利的 但是幸好 可能中間失敗了很多比賽 也不能打 但是到最後也有機會轉轉轉回去 可能我中間打完U-20 中間有一兩年是沒有打過任何香港隊的 但是教練就找回我 推薦我上去 就叫做有機會繼續打 你說是U-20的最後一次的時候選擇了你? 是的 因為以前U-16已經有一順青年軍 接著可能U-16開始選 一直都是選不到的 接著去到U-20繼續選 接著去到最後一年了 過了那一年就超零了 最後才選到進去 你那一刻知道選到的時候 你是YES 入到 還是打算放棄的 現在又入到 知道之後就終於入到 打完一年了 撿回我比賽 好比賽 是的 接著之後就開始代表香港去參賽 去玩不同的比賽 前陣子大家有看這個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 其實都會見到MK的 無論是上年的事 還是剛剛今年發生的事 都會見到的 我們就要講一下 因為我看過一篇訪問 你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緊張的 是的 緊張的位置是你一走出來就已經怯了 還是見到什麼 經歷了什麼 你突然一怯呢? 其實一直都覺得沒什麼 因為我們會先住酒店 住酒店那一刻已經覺得沒什麼 然後去到就算 我們正式比賽前的一天還是兩天 我們會去大球場走一個圈 就是像馬鐸 是的 當是走一個圈 那時候我進去都是覺得沒什麼 我還覺得球場好像比我想像中小 是的 因為平時練習可能就沒有去到這些球場 所以你是想像中香港的球場 我就以為它很大 就是在一個草地裏面看上去 我以為它會很大 但是我那一刻走下去 因為沒有觀眾 我就覺得沒什麼東西可以 好像少林足球 走去 Hello 大家好 但是沒有觀眾 沒有人 然後我還跟那些隊友說 好像比我想像中小 但是去到真麗比賽那天 因為我們那天第一場球 熱身是在南韓台前面的空地 然後由球員通道走出來 那一刻已經 哇 原來有這麼多人 坐滿的 我也不太記得有沒有滿了 那時候 但是只是聽到很大聲 全部在那裡叫香港隊 加油 那些 然後我由球員通道走到熱身的位置 是大聲到完全沒有聽到教練 和隊友說什麼 感覺很流汗 因為熱身 一定會流汗 你對 對 一定會流汗 然後總之很緊張 那時候那個人有點怯 那一刻 那些心離一離 對 因為沒有預期到是這樣 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不算容易緊張的人 但是那一刻真的有點緊張 你有沒有特地叫你的家人 朋友去看你的比賽 雖然當時一飛難球 有啊 有啊 我女朋友 然後有幾個朋友來看 然後第二、三天 好像我爸爸媽媽都有來看 然後他們就是其中在汗頭裡大喊的人 應該有吧 不肯定有沒有大喊 但是我第一天出來 我知道他們大約是哪個位置 但是我找不到他們 在草地的時候 那因為太多人了 是的 我就找不到 我知道大約是哪個方向 但是我不知道 我完全看不到他們 那你有沒有特別做一些什麼動作 讓他們拍照 是沒有的 因為你當時很緊張 是的 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有聽到你是走了神 不知道去了哪裡 然後要靠隊友叫你 招魂地叫你回來 是的 那是哪一個招到你的魂回來呢 就是Katua 利卡道 因為我那時候 後備先的 我一到場 其實個人還是有點迷迷地 然後那場又吵 觀眾又很大聲地支持 然後我不太知道自己做什麼 然後Katua就說了一句粗口 罵一罵我 他就立刻醒一醒 簡而精的 四個字的 是的 一聽到你這個人就醒了 是的 立刻知道我要做什麼了 你是否對廣東話粗口特別流神 廣東話 不一定粗口 對廣東話特別流神 但是我也想問 因為平時跟隊友相處 其實可能是說英文多 是的 那會不會有些疾愛呢 就是你表現不到你最真面子出來 其實都會的 因為始終英文不是那麼好 然後我又是喜歡那些串下人說笑的 始終就算我用英文串下隊友說笑的 都沒有那麼到位 我覺得他們會不笑的 也不會不笑的 那你也很厲害 你可以用英文說一些 不多的 是 但是 就是廣東話會是到位一點 中一點 所以真的被你串到一棟都沒有 可能只有成哥和Cadula 又不會串到一棟都沒有 那你會被他們串到一棟都沒有 我會的 我也會輸的 還有有時候就是 不一定是串我的隊友 可能教練做一些 教練也會這樣串 教練或者其他球員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會用中文和他們說笑的串他 但我不會當面串那個人 我真的轉著臉 對,轉著臉小聲說的 但是如果真的說要相處 你剛才說自己英文不太好 可能會阻礙你們的交談 那你會不會覺得和他們相處有少少隔膜 其實是有的 因為始終是語言問題 始終英文是真的差的 我覺得 如果你們練習後 去消遣喝兩杯的時候 你會不會就夠膽 喝兩杯就抽完了 就立刻大開金口 又不會大開金口 其實平時都會說一下 都會有聊天 但是害羞一點 但是害羞一點 或者表達得沒有那麼多位 不一定是串人 但是可能我自己想表達的事情 都沒有那麼多位 但是喝了酒就可以了 喝了酒也是不到位 但是我不會理會他明不明白 還有我覺得這些隊友都很好 可能當他會看到你說話的時候 說不出一個字 他就會幫你思考 是不是這個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學會了很多 很艱辛的英文字 我會答不會 因為我怕你會問我有什麼字 我現在你想不到 我現在想不到 我現在也想不到 我也未想到 所以OK 打球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可能戰術各樣的都是來來去去去去的 都是前前後後的 初初有有那些 是ABAB 跑快一點 對了 你是跑步型的 即是速度型的選手 算是 你那時候是否還沒玩籃球之前 你有沒有跑步那些呢 我覺得是玩了籃球才開始跑得快一點 然後才開始中學讀書又玩了田徑 因為你籃球就很小玩了 我籃球小學其實有玩過一下 然後中間停了 然後可能中二才正式開始玩籃球 可能小學真的玩一下 跑一下操場 這邊傳我對面 然後就真的正式訓練 對 可能中二真的在球會上練 反而是籃球令你發掘到其他運動技能 可以這樣說 那那時候你是很有成績的 玩完籃球玩跑步的時候 算不算很有成績 因為我看你拿了金牌 學校入面那些 學界不夠快 學界不夠快 因為我學校是D1的 D1也很厲害 我想D1拿金牌的大部份都是講清的 這樣就更加不會拿到牌 如果我拿到牌 我可能不是玩籃球 我去玩田徑的 其實你是比較喜歡田徑的 不是 我比較喜歡籃球 對籃球來說是愛 可以這樣說 因為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玩籃球的人 總是覺得他們抱不久言笑 然後很專注訓練 然後每天都是籃球 每天都抱著籃球睡覺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 我覺得不是 我絕對不是 我覺得很多都不是 其實可能是一些誤解掛 或者這麼說 不知道 我覺得很多打籃球的人都很好玩 很喜歡有其他活動 特別有很多隊友喜歡走山 去沙灘 就不只是對著籃球 他們專注的時候會很專注 但是完了那件事 就可能會很放鬆 分得很開 我覺得他們可以 你也是這樣的 我也是這樣的 怎麼這麼迷 不知道 因為可能我沒有他們這麼多活動 但我喜歡休息一下 打機 休息的時間是長的 偏長 因為我看過的 你說盡量可以不做的 就盡量不做 就絕對不會做 絕對不會做 那時候是說絕對不會做的 我個人是比較放鬆的 可以放鬆的話 不會動的 或者我不會特意安排自己去做的事 那你可能喜歡別人設定一些東西 讓你跟著你就可以了 最好不要設定東西給我 哦 你有任馬座嗎 是的 難怪可以了 立即變成星座上身 因為我也是任馬座 比較熱又自由奔放一點 不要喜歡被人困住 有時候我都覺得很悶 可能會問朋友 不需要去吃飯 休息一下 但是我不喜歡排到自己的行程很滿 而且我沒有行程 我只是記著用腦 哦 有沒有少許錯過呢 印象中也沒有什麼 哦 這樣也不錯 其實我不會給自己很多事情做 所以應該也不難記 一天不做超過兩件事 盡量不要 謝謝你上來跟我們做這個錄音 立即覺得很榮幸 我覺得如果我那天沒什麼做 你又問我 我都可以肯去做 如果不是很麻煩的事情 我都可以的 那譬如那些人去推動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些壓力呢 看他們推動我的什麼 可能我之前其他訪問有說過 就是整個局都會推動我去練好防守 因為這個是我不好的東西 如果他們這樣推動我 我就會肯去做 因為我知道 我有幫助 所以我就會肯去做 但是我就是懶得 知道自己不夠都要人推動我才會做 那如果他們不是推動你 即是直接跟你說 陪你一起做 他都會陪你一起做 就算他不想做 都會一起做 如果他說完叫我做的話 那你會不會反過來 我看到你們這些東西很適合 我陪你一起玩 都會吧 其實我都是貪玩的 如果我看到東西 我覺得好玩 我都會過去玩 什麼都試的 試一試看 看看是否對 最近有什麼試了 你又覺得很棒 最近有什麼試了 沒有 很忙嗎 沒有 真的不忙 但是沒有東西試了 休息 休息 沒有什麼特別新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推介 你這麼刻刻實實玩水上活動 實不相互 我不是很懂得游泳 學吧 就用來學游泳 不是不會游 都可以游到 但是不精 不聰明 可以玩一下海上的東西 可以的 是嗎 像判判獨木舟一樣 判判獨木舟 好玩 最喜歡判獨木舟 我有一刻招架不了MK說話 我會想他笑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很搞笑 我見你的朋友都說你是搞笑的 不是特意的 天生那麼幽默 不是的 他們覺得很搞笑 我不是特意說笑的 哦 即是你認真的 我的XXX 對不起 亂說一下 亂說一些東西 但是你的朋友很享受 聽你說這些亂說的東西 一時時 你有沒有跟他們分享 你去打籃球的一些故事 故事啊 都會的 坐在一起 可能有什麼特別趣事都會分享一下 那你有沒有現在立刻 在腦裡的趣事 有什麼趣事 算不算趣事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次去南非比賽 我們有兩站 就去兩個幾星期 然後Kadoo就傷了 就沒有去 就只有我跟成哥那次 但是成哥就只是打頭一站 然後就回香港 然後整個 當他走了之後 就只有我一個壞人 然後我就在那裡開玩笑 成哥可以走了 我就自閉了 就沒有人陪我聊天了 你是不是在酒店 都是要跟成哥那間房間的那些 通常教練都是分回華人和華人的一間房間的 通常都會的 然後 幸好就是我們有個教練團隊都有人是華人來的 那就可能變成了之後那一個星期就經常都跟他出去吃東西 喝咖啡 所以其實可能你自己都是比較會害羞 你會跟外國的隊友相處到 你會很想跟那些華人的 是不是害羞呢 我覺得不算害羞 但是有一件一定是跟華人相處 自然一點 我覺得跟聲同氣 不用想那麼多東西 不知道可能文化上那些東西 他們會不會有些東西不喜歡 或者會不會可能原來對著他們這些東西不能說 可能他們是哪個國家的人 那我跟華人相處一定是舒服一點 但是可以說 是的 那一個星期你就跟教練團隊 其中一位教練一起出生入隊 又不是出生入隊的 有空吃東西 你有沒有馬上測試 跟他們說我掛念你 那也沒有 OK 那除了南非 會不會有其他地方 你也有出過去訓練 而你又覺得那裡很棒 很喜歡 很棒很喜歡 近期我真的覺得南非是 因為天氣好 然後環境又很漂亮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 比賽那幾天就天氣不好 然後牆又滑又爛 這個位置就是最不好 我只是覺得這個位置不好 其他我覺得 環境和食物都是很好的 南非是吃什麼 南非不是酒店食物 是外面的食物 而且因為便宜 可能都是西餐 不過有吃過日本食物 在南非吃日本食物 都是那些卷物為主 就不是真的壽司 刺身 雖然它都有 但我都沒有吃 一些不是日本地方做的壽司 或者應該美式 那些是否叫美式的日本食物 即會加牛油果 對 牛油果 卷物為主 我發覺來去 它的卷物都是三文魚或吞拿魚 然後加牛油果 沙拉醬 沙拉醬 芝士 加芝士嗎 是的 我覺得可以的 主要就是這樣 它的配搭就是 其實這個籃球代表的身份 也帶了這些新的生活體驗給你 可以這樣說 你接下來就這樣看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也會繼續在這裏 發展多十年八年呢 會啊 但是沒有想到十年八年那麼多 就是先做好眼前的事情 那現在最短期想做好是什麼呢 最短期想打到亞運 你會知道 是的 我們期待MK的好消息 今天很感謝香港七人籃球代表 麥桂聰MP上來跟我們聊天 大家又多了解他另外一面 其實大家都可以追蹤他的IG 你的IG可以被追蹤 也可以 是的 可以看到很多他跟朋友之間的有趣對話 哈哈哈哈 好 今天很感謝MK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